娱乐至死金钱之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金世佳杀疯了 凭借刑侦剧烈罪图件 她火速窜上热搜 居高不下 大家的老公换了又换 这次终于论到她 同为爱情公寓主演的赵文琪 也在近日官宣当妈 经由时光逃绿 与莫有了家庭 陆展伯从小奶狗变身大狼狗 曾小贤角色扮永久 靠综艺增值 一喜刷刷脸 而胡亦菲和陈美佳 能见度锐点之后 自动被市场甄别 只好在直播间 私声力竭大喊 三二一上链接 爱情公寓重回大众视野 每个人的变化都被搬上台面 多年过去 有人利于潮头 有人游走边缘 拍摄黄视频的被抓了 深耕演技的打奖了 在半母方堂里 原地打转的也挤进胡了 那个回荡着笑声的公寓 如今看来 竟是慎景 2009年 室内情景喜剧 爱情公寓开播 一栋公寓 七个角色 几个桥段 解压下饭 集集火爆 烈焰的气势 直到被爆抄袭 才停止蔓延 他对照各大英美剧 台词照搬 分镜复制 有些画面 甚至一比一还原 一时间 粉转路 路转黑 爱情公寓 便爱超公寓 深陷舆论漩涡的导演 继续顶着风暴 在终结季 跳出来自嘲 可大伙不买账 收拾崩盘 口碑不接 但不可否认的是 剧中演员都因此剧 获得空前关注 他们国民度骤增 金世佳就是其中一个 出演爱情公寓时 他大三 青涩懵懂 不安适适 火之后 他没有成事而尽 而是回路再造 攻读戏剧 表演硕士 当时 身边人都骂他傻 放着红利不吃 选择苦哈哈的 求学生活 他则淡然一笑 只管扎根 不停向下生长 学业完成后 他重返影视圈 本以为折服多年 终于可发力 但那时市场饱和 一切大便模样 他没有优渥资源 光环也不在 在学校 只学过表演 没学过走红的他 彻底懵了 他开始演话剧 上综艺 接烂片 大荧幕 小荧幕 啥都干 一个勺子里 扮傻子 扫黑决战里 当痞子 开毛随自剑 在美国队长三里 露脸两秒 就这样 产出多 浪花小 期间步伐用力过猛 和表演痕迹过重 好友王传军 彼时已成功撕掉 关骨标签 而他除了展博 似乎没有让人 记忆深刻的角色 他下决心 谢微博 告别人情恋达 埋头打磨演技 这一天终于来了 《烈罪图鉴》播出后 一路程迸发式 增长开始 他饰演的杜成 把网友迷的 五迷三道 一个189厘米的 难得守门人 兼具书系少年感 颜值 眼值双双在线 出圈后 他自嘲的画被翻出 我要拍烂片 凑CP 把两年前 自己嗤之以鼻的事情 干个遍 一方面 他像个人间清醒 直爽不卖弄 另一方面 他也有龌龊之律 嘴上说着羞耻心 内心却常常丢扯 他轴 傲 拧 想做艺术 怼天怼地 闭靡一切 但商业 与艺术这俩目的 自古难以兼容 手边无银两 方寸又怎不乱 他要生活 要吃饭 所以他拧吧 他自我较劲 和他一样拧的 还有王传君 某个程度上 他们像是同类人 都曾在做王精 还是王家卫 这个问题上 深受困惑 他曾言 自己为了生活 吃过不少食 所以羞耻心 发现后 果断与爱情公寓 诀别 之后多次发表 对于剧的看法 一度引来争议 有人骂他 备恩忘义 他对此置之不理 2018年 他拿到 《我不是要神》的剧本 神四前 先追求行四 他疯狂减重 吊称20斤 最终的荧幕呈现 是整个猴兽样 经由这次重述 关谷远去 他如获新生 他续起长发 像个五墨听缠的 老艺术家 野蛮生长 不被市场 和目光裹挟 今天和张宇 在马路牙子边 大肆撒野 明日喝大酒 醉了就在微博上 胡乱一通的发 有段时间 他在网上 无差别攻击 大范围扫射 网友问他 这么邋遢 怎么演爱情公寓 他冷冰冰回复 关我屁事 百度人上映 坚持王家卫 发微博打call 明星们清一色评论 我喜欢 只有他 打下四个字 我不喜欢 当属异类 要知道 王家卫是最会调教演员的导演 和他合作是多少演员的梦想 但王传军不喜欢这些旁门做到 乖嘴蜜蛇 没有 假模假样的推心置腹 他更做不到 怎么办 只能说真话 结果说了真话 他倒成了刺猬 现如今 他深受文艺片导演的青睐 在英格力士中 饰演英女老师 在罗曼蒂克肖王时 比扮演马仔 还将再度出演新片三个字 因为游离 所以轻盈 他和金世佳一样 藏于暗处 动关着娱乐圈 他们山枝解慢 静待事业的第二春 唯独同门师兄陈鹤 早早地将自己 埋在了13年前的那个春天 曾小贤的标签 一贴既多年 除了爱情公寓 他几乎无任何代表作 主页上综艺 副页开火锅店 至于演戏 随缘 不是这个综艺上的固定MC 就是那个综艺上的 常驻钉子户 他日渐发福 角色不见创新 只见副本 不停复制粘贴的副本 瞄准播出时 本以为他能成功转型 但看完期待落空 几缕呼吸 一顶长发 造型变了味道没变 作为一个反派 不让人胆寒 只叫人想笑 这个杀手 确实不太冷 倒是回归谐星本体 在你好李欢英里 找准了角色真髓 很搞笑 但也仅止于搞笑 他完全受制于 综艺这一余了 要知道 综艺咖这仨字 形同质故 走好了人气积攒 走偏了 戏路窄话 别说陈赫 就连杀艺 邓超 孙宏雷等人 也曾遭致诟病 不可否认 陈赫的异能感 属实很强 不口拙 脑袋转得快 造梗 搞怪样样在行 卖萌杀手锏 只需一招 便点中众人笑血 出轨门事件后 他的好男人形象崩塌 骨魄众人锤 只能上综艺力挽好感 这一上 效果奏效 他发现 换个赛道 也能获得良好曝光率 衣不做不休 干脆猛接综艺 从跑男到 哈哈哈哈 他常年混迹 自费武功 这张脸被耗个精光 表舅陈凯歌看了 都服恶叹息 陈赫 像安乐窝里 长不大的孩子 相较之下 邓家家 更像是独当一面的大人 他说 演员要是没有突破 和闲语有什么区别 于他而言 爱情公寓 是另一所大学 在那里 他学到了很多 但毕业后 所有的路 都得自己走 他告别光环 背过身去 目着风雨 朝未知出发 面试全民目击 剧组时 导演觉得他29岁 演19岁 不太合适 他立即保证 会在规定期 给他一个理想状态的林萌萌 于是 两周减重15斤 顺利拿到角色 贡献了多场高光戏 这是爱情公寓后 他第一次惊艳观众 随后 他继续锤炼 唐氏表演法则 再次奏效 他在无罪之政 扬名立万里的哭戏 喜提多次热搜 平静之下 有汹涌 克制当中有波澜 层次丰富 可圈可点 即使跌到100次 也要101次的站起来的他 一直很拼 曾为了得到女六号 熬夜撰写5000余字的人物小传 刚入行时 他被某剧组找到 美其名曰谈戏 其背后是一场犬规则 那个导演佛口舌心 夸他身材好 绕来绕去 就想让他脱衣服 去你的 他怒骂对方摔门而去 这一摔 惹怒了那帮人 也换来了八年龙套 从尸体甲 到替身椅 从侍女饼 到跟班丁 他和唐悠悠一样 被埋没多年 直到拿下金鸡百花 双料女配那一刻 才真正的扬名例外 与站在领奖台上的 邓佳佳不一样 楼义霄和李基鸣 俨然变成圈外人 如今 他们的成绩单 不是角色 不是奖项 是直播间 营业额的多寡 自影视寒冬起 很多演员 只能谋心路 秀实际 恰好直播行业 流水诱人 暴力多 韭菜多 变现意 在这里 不用掉眼泪 不用掉微雅 稍有名气 就能抢占一席之地 所以 不论大青衣小花旦 都集体下海 加入逐利潮 成堆艺人 不再刷剧卷 再直播间卷 这其中 卷王当属楼一乡 他能从中午12点 播到晚上12点 期间不停歇 疯狂叫嚷 前些日子 他将品牌名字写错 被认为是搞文字游戏 引发群潮 更因为僵硬的脸 备受关注 时而向蔡明 时而向甄嬛传里的 静白失态 总之 发面馒头一样的脸庞 与灵动二子毫无干系 红毯转圈被吵 身着糖妆被吵 Cose甄嬛被吵 一举一动 都受人指摘 可是刚出道时的 楼一霄 是个全能才女啊 声乐九级 钢琴七级 能歌善舞 台词功底也绝佳 按理说 他应该是星途坦荡 但狐一飞后 再无起色 扮演陈美佳的 李金明 也是如此 演完爱情公寓 不温不火 反响平平 倒是在直播领域 长期雄剧明星 带货榜前茅 但时间久 也会翻车 这个双颊带梨窝的 笨蛋美人 搞了多次乌龙后 毁欲参半 被称作套路姐 他和楼一霄 都曾红过 但当下 只能拼尽全力 榨干自身价值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爱情公寓 像一场狂欢派对 欢愉过后 众人大梦初醒 满身近是疲软 站在十字路口 有人奋起冲刺 涌破困局 有人停滞不前 举棋不定 现如今 春如旧 人如寿 张伟被逼退网 留给我们的是一堆表情报 小配角刘宁 拍摄不雅视频 匡当被捕 小姨妈 关股 斩博 撕掉标签 完成蜕变 而其余人 在受生活猛锤后 法展欺然北望 故隐自怜 分与合 喜与忧 长与退 爱情公寓 像个微缩景观 一如你我的人生 变幻无常 好了 这期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